主赛判刘薇 对左摄好球 乌尼尔拿球 埃迪回来防守 往中路切 再想走外线 传 球被挡掉 中场防守压力太大了 只能这种长拳 很简单的两脚球就长传了 莫雷诺散下来了 击坏 左脚打门 1-0 开场第20分钟 莫雷诺 这个球生化的防线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要是愣神 莫雷诺胸部听球 左脚打门得分 还得说老队长 是不 这就送的时候 你看 敦弥亚 这一反弹 孙杰呀 孙杰对这个点判断可能出问题了 先是敦弥亚这一下一跑 对吧 肯定大家都要跟着他走 然后呢 这就过来以后有一个反弹 或者说我觉得推康熙带车花啊 有些比赛确实是 这个很可惜 是吧 这个很可惜 这个球是在想这儿之后 好像又有个对抗 想这儿之后又有个对抗 跟 一直跟 这一下已经犯规了 这是一个犯规 艾迪是怎么伤的呢 他也是这一下 是吧 他实际上离这个埃里克有点远 上猛了 这确实是犯规啊 这是艾迪犯规 这没什么问题 啊 这个盘 我觉得给的也没问题 因为你踹到了脚踝内侧 还是往左侧打 王鹏上来 中路三个连 王鹏起球 到后连 找他龙 抠壳 这球都没有顶上力量 艾迪克 哦 抢掉啊 艾迪克 赛退左侧 看看时候有回 左脚穿中 中路 他就抢到了 这球应该 哦 给脚球 抢到 这一下他已经想战略犯规了 艾迪克还是摆脱了 哎呦 这下还挂到腿了 那这样考验的就是你绝对的进攻能力了 第二球 二连 停下来了 艾迪克 紧距里 再抢 胸部再撞 再顶 还有 还有 这边弹中把球破坏掉 这边还是正方的 孙世延 头就往右侧顶 孙世延再控制二点 艾迪 后点还有三个人 再起球 到了莫林诺的头顶上 冲顶 冰天了 加宝 艾迪 孙杰和陈伯良 然后这个 哎呦 这边漏了 松城出现了失误 他抢这个高空球呢 被队友敦比亚扮了一下 准备 给莫林诺 防守停上去了 这会再上个晚了 莫林诺选择了射门 这样把球突出了底线 这脚还真挺靠谱的 对 场面再喊 防守右脚 再传后脸 有机会 头球摆回来 打飞了 重心力 哈哈 再看看啊 咱们现在穿中 后点两个摆 哎呀 来的也都对 虎尼尔 拿住 机会 右脚射门 还有 坦龙 再回枪 再来一脚 哎 变线 哇 这位球内有一个轻微的变线 让封城的这个判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没错啊 这外球 他这折射应该不是很明显啊 看他能回坐 哎 这是被约尼奇的脚尖碰了一下 这边双亚太的教练组和埃迪发生了一些口角 埃迪得控制啊 埃迪有盘啊 这个给你一张牌就下去了 他教练组的成员不怕呀 对吧 新生过来 选架了 完了 下去了 你说这球你就没有必要 脑子一点都不冷静啊 虎尼尔在啥也没出在那看的 你就是看这个比赛外援的表现啊 就是他们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处理的 拆出来 这这又上反 又上分地 然后又赵明健俩人 又一个红盘 有的时候就这样 这就给 关键也给哨了呀 对吧 人家给你吹哨了 财帮给你吹了呀 你找赵明健干嘛呀 赵明健这会儿犯规他很正常 对吧 这估计在前场要等着 王鹏再调 云尼奇 二连 再传 还想打小的 顿比亚在这儿呢 顿比亚这一下有没有过中线 前面还得打了一个人 顿比亚面对门将 过门将 铲球 没铲掉二比零 93分钟 顿比亚 应该是在接应的一瞬间 他没有在过中线的位置 然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担当 面对门将之后 过掉打空门得分 米亚在哪 他没过中线 啊对 这就没有越位了 人家像托雷斯当你那球 这谁要点也没有完全摆脱 但是也没得呀 对 腿长 场地太大了 对 但是这腿又长 还再给机会 在掉 落 好 前后主赛犯刘薇 这场选招比赛结束的少爷 最终 山海生花是在 长春南陵体育场 上下半场 固定一球 二比零的比分 击败了 长城下太 最终是挺进了 足球杯的八强 他们将在 大连赛区 去面对明天 苍州和深圳的胜者